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分析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百度的无人出租车单位 Apollo Go的最新动态 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不仅仅是在中国市场上取得成功 还计划向全球市场扩张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 百度正在与多家企业洽谈 虽然具体的时间表和目标地区尚未公布 但这一动作已经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随着中国的监管环境逐步放宽 Apollo Go已经开始商业运营 这标志着无人驾驶技术的成熟和市场需求的强劲增长 在这个背景下 特斯拉即将举行的重要活动 也为无人驾驶技术的未来增添了更多期待 同时 WeRite与Ober在阿布扎比的合作计划 进一步显示了无人驾驶技术在全球的潜力 此外 BYD和Ober的联手开发 也强调了这一技术的商业化趋势 尽管面临着一些地方规定的挑战 百度的Apollo Go已经运营超过700万次 显示出用户对这项服务的信任和支持 公司内部的管理调整 也反映出百度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灵活应对的策略 总的来说 百度的无人出租车业务正迅速发展 未来有望在全球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增长 无人驾驶出租车将可能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来到股市分析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聚焦一个备受市场关注的领域 无人驾驶技术 特别是百度的无人出租车业务及其全球扩展计划 这一信息源自CNBC的报道 内容详尽引发了业内的高度关注 百度这家总部位于北京的科技巨头 通过其无人出租车部门 Apollo Go正在着手与多家企业洽谈 以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全球市场的扩张 虽然具体的时间表和目标市场尚未披露 但这一举动无疑在科技界和资本市场中掀起了波澜 百度作为中国境内主要的无人出租车运营商之一 近年来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迅速 随着北京、武汉等城市逐步放宽 对无人驾驶汽车特别是出租车的监管限制 Apollo Go已经成功开始了商业运营 这一变化标志着经过多年的内部测试后 百度的技术已经趋于成熟 且市场需求正在不断增长 与此同时 特斯拉计划于本周四举行一场备受期待的无人出租车活动 特斯拉在这一领域的动态也让人们对无人驾驶技术的未来充满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 另一家中国无人出租车开发商V-Ride 在9月底宣布将其无人驾驶车辆整合到全球知名打车平台Ober 在阿布扎比的业务中 这种合作虽然在美国或中国本土上没有类似计划 但它无疑显示出无人驾驶技术在全球市场的巨大潜力 此外 新能源汽车制造商比亚迪 BYD与Ober的合作也引人注目 两家公司在7月宣布将共同开发具备自动驾驶能力的车辆 这一公告再次强调了无人驾驶技术向商业化发展的趋势 目前在中国市场 百度及其竞争对手Pony AI的无人出租车服务 通常依赖于高额补贴来鼓励用户使用 而地方法规通常要求车内必须有一名人员坐在司机座上 这意味着许多车辆上不具备完全自动驾驶的能力 截至今年7月底 百度报告称 Apollo Go已经成功运行了超过700万次无人出租车服务 这一惊人的数字背后是大量用户的支持与信任 这些成就不仅展示了百度在无人驾驶领域的技术实力 也反映出市场对这一新兴技术的接纳程度 百度内部也在进行相应的管理层调整 以配合业务的快速发展 最近的变动中 Ron Law不再担任首席财务官 而是转任执行副总裁 负责公司的移动生态系统单元 前移动单元的负责者詹扎亦将暂时担任首席财务官 百度将这次人事变动描述为管理轮换的一部分 显示出其为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所做出的策略调整 那么从多个角度来看 百度无人出租车的全球扩展计划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从技术发展角度而言 百度的举动标志着自动驾驶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和商业化 在国内市场取得成功之后 百度期待通过国际扩展与特斯拉等行业巨头竞争 这不仅需要技术上的过硬实力 还需要在全球市场建立可靠的合作伙伴网络 从市场需求和用户接受度来看 百度在国内市场的成功表明 消费者对于无人驾驶技术的态度正在转变 高额的政府和企业补贴 一方面表明了对这项技术的支持 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吸引用户出气的挑战 未来随着技术成本的降低和用户体验的提升 无人出租车可能会成为主流的交通选择 从监管和法律框架的角度来说 各国对于无人驾驶技术的监管政策 不同是百度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百度必须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机构合作 确保其技术和服务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 这一过程复杂而漫长 但也是全球扩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最后从竞争格局来看 百度的国际扩展计划将其置于 特斯拉、Waymo等全球领先的 无人驾驶汽车公司的直接竞争行列中 这种竞争将加速技术进步 推动行业创新 并最终为消费者提供更安全 更高效的交通解决方案 总的来说 百度的无人出租车业务 正处于快速发展的轨道上 全球扩展计划 是其在国际市场上建立地位的战略举措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和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 无人驾驶出租车 有望在不久的将来 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感谢您收看股市分析 特别节目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领域的最新动态 为您带来更多深度分析和市场洞察 下次节目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百度的无人出租车单位 探索全球市场扩张 显示出无人驾驶技术的迅猛发展 作为中国科技巨头 百度的无人驾驶技术平台 Apollo Go 已经在北京 武汉等城市 开始商业运营 这表明 技术和市场需求都在稳步增长 随着当地监管机构 逐步放宽 对无人驾驶出租车的限制 Apollo Go的商业化进程 得以加速推进 目前 百度正与多家企业洽谈 计划在不久的将来 将这一技术推向海外市场 尽管具体的时间表 和目标地区尚未公布 但这一举动 显然引起了业界的高度关注 这表示 百度不仅在国内 取得了显著进展 还有一图在国际市场上 占据一席之地 其他公司也在积极探索 无人驾驶技术的应用 例如 特斯拉即将举行一场 备受期待的无人出租车活动 表明在无人驾驶技术的竞争中 特斯拉也不甘落后 同样 另一家中国的无人出租车开发商 V-Ride与Ober合作 将其技术应用于 阿布扎比的打车业务 显示出无人驾驶技术 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潜力 此外 BYD和Ober合作开发自动驾驶车辆的消息 进一步强调了 这项技术的商业化趋势 尽管百度和Pony AI等公司 在中国提供的无人出租车服务 通常需要企业的高额补贴来鼓励使用 这反映了市场仍在逐渐接受这一新兴技术 某些地方的规定 要求车内必须有一名人员坐在驾驶座上 表示目前的技术尚未完全达到全自动化 根据百度的数据 截至7月底 Apollo Go已经运营了超过700万次无人出租车服务 这表明用户对这项服务的高度接受和信任 这一数据展示了百度在无人驾驶领域的成就 及其未来潜力 在管理层面 百度也在进行战略调整 以迎接市场挑战 近期 百度宣布 Round O将不再担任首席财务官 而是转任执行副总裁 专注于公司的移动生态系统单位 这反映出 公司在不断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内部调整 总体而言 百度的无人出租车业务 代表了无人驾驶技术的未来趋势 并预示着全球市场扩张的潜力 在技术不断进步和市场需求增长的驱动下 无人驾驶出租车 可能成为未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6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6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